前几天小鸡剪辑了一期真正古风歌曲的视频 结果评论区一片沸腾 朋友们都在安逆自己的入坑曲 那么今天小鸡就带大家来听一下 那些被粉丝们强烈推荐的古风歌曲吧 拥有无数神座的河图大大 在歌迷们心中那都是谁一样的存在 这首第38年夏至是出自她的首张个人专辑风起天蓝 讲述的是一个戏子喜欢上了国民党军官 军官说战后会带她去台北 后来却发生变故军官遭人暗杀 戏子最后一直沉浸在戏剧的世界中 孤独余生的故事和出独特的唱腔 搭配韵味十足的戏腔 令人听了简直欲罢不能 少思命算是比较早期的古风歌手了 他与Creaty在2012年合作的这首宋命 曾是多少人的入坑神曲 虽然都在质疑少思命的唱功 但他的歌与他的音色却令人听起来非常舒服 画地三尺只为转世灵魂唤秘的生存 送一段因果 借来时的红绳 小花真真狠 封面养的真 我用一生来陪你等 等缘分人生 Creaty在2012年就加入了古风圈 他与私下合作的这首《杏花弦外语》 讲述了《西乡记》中 孩子家人相思空手的故事 值得注意的是 这首歌的歌词不仅很唯美 而且还具有很强的叙事性 曲终人早已立体 当一转转临床羽细 旧那是心虚 曲终人远隔千里万里 不知不觉的听 比留下云云待续 就在那片岩波外 当成了地理 这首《笑疫情》的《不畏霞》 是很多人至今收录在歌单里的古风歌曲 歌曲从前奏开始就十分抓耳 笛声一出就令人不自觉 拿不出一场少年潇洒走江湖的故事 虽然歌词存在一定的争议 但也有不少听众认为歌词是上乘之作 不管怎么说都不影响我继续单曲循环 想将满折过花 对春风与红浪 冬情总似我红柳爱天下 人是可相逢 知己心有气宝 要我还藏去醉严万导演下 想将为您过吗 对西风与黄沙 无情也似我相见的长桃花 人是能相逢 写情上碎白发 刚开尾霜却想怎没见遇到吧 董珍是古风圈的元老级人物 虽然在好声音的舞台 没能得到导师的青睐 但他却被媒体惯意 最适合演绎武侠的女生 和游戏音乐女教主称号 他的这首《相思影》 曾是多少人的入坑神曲 即使情愿不负相思意 等待繁华能开满天际 只愿共你一生不忘情 我挥手 小队万千风景 判开自拍不谈 音频怪物的实力 真是强的一批 他的声音可以磅礴大气 也可以轻柔细腻 如果要问他唱歌有多好听 这么说吧 他的歌声 可以让你原谅他的长相 他的这首《情诗》 讲述了情诗与世卫之间的故事 一经推出就广受好评 听了这么多优秀的古风歌曲 你最喜欢哪首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 好了 在视频的最后 让我们再来听一下 西瓜君的长生绝霸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